哈喽,今天的不专业香瓶呢,为你带来的就是 Mesa Margiela他们Repica香水线当中 新的这一款On a Date的香水 如果你有在关注这一瓶香水 想要听一下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话 就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咯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分蜡烛 所有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咯 好的,Mesa Margiela他们最新的这一款On a Date的香水呢 也已经收到不少的request想要我来分享了 你们想看,这不就来了吗 Mesa Margiela他们Repica整条香水线呢 我感觉大家的喜爱度还是蛮高的 至少在我的频道里面 观众的喜好度还是蛮高的啦 那每一次他们家推新香水呢 我也是一定会想要去闻闻看的 那Repica他们家的香水呢 来的时候就是一个 就是白色紫盒的包装 正正常常吧 那相比之下呢 整个香水瓶的设计 整个辨识度就会高很多了 那他们家的香水瓶呢 是一个没有盖子 直接喷头的一个设计 那最特别的必然是他们上面 是用到了这一种布料座的一个标签 那布料的标签上面呢 就会写到了这一瓶香水的名字啊 整瓶香水也是Repica整个香水线的一个主旨 就是他想要复制的那一个时刻 还有这瓶香水最主要的香气 也就是葡萄和玫瑰 那这一次On a Date的香水呢 让我先来说说他背后的创作灵感吧 那Repica他们全新的这瓶 On a Date的香水呢 品牌宣称是一瓶呢 男女皆渴的全新香水 香水背后的创作理念呢 正正是想要复原到调香师 在他人生经历中 非常具有情感意义的一个时刻 里面捕捉了2014年 在普罗旺斯夏末的夜晚当中 一场完美的约会当中的氛围感 它是一种令人陶醉 又充满了阳光与果味的一个香气 当中结合了成熟的葡萄与野玫瑰 用以表达了调香师想要给你呈现到的地中海的阳光 与葡萄园里面丰收的情境 那这瓶香水无论是新品发布的时候 看到里面说的拥有葡萄酒的那种气味 还是说我对这瓶香水最期望的 也是在里面能闻到了真实的葡萄酒香气 那真正闻到这瓶香水以后呢 不得不说我觉得这瓶香水呢 里面最引人的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也是里面那个还原度很高的葡萄的香气 是一个红葡萄的香气 在香水刚刚喷上到半小时左右吧 你会先闻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 带有葡萄甜味的一个气泡酒 甚至是一点点香冰的一个气味 在喷上的五分钟十分钟开始 里面红葡萄果实 那种果肉的甜味就会越发明显 甚至我觉得这个红葡萄的果肉的那种甜味呢 那种果香气呢 会渐渐的盖过了那一个葡萄香冰酒的 那种酒香气 甜味呢 也是随着你穿上的时间越久呢 越明显的 因此在这里我也可以说 如果你是不喜欢具有甜味的香水 那这瓶香水肯定是不适合你的 这瓶香水的甜味是颇高且非常明确的 尤其是在穿上的一个多小时往后 那个甜味几乎就去到了 我能承受的一个甜度的范围了 如果再多一点呢 我可能真的就觉得有一点点过甜了 但幸好整瓶香水起初的一小时呢 它会有着一个 fizzy的那种气泡酒的酒香气 而在两个小时越往后呢 当整瓶香水里面的玫瑰搭配着广和香的那种气味出现的时候 那种稍稍带有药感 稍稍带有潮湿气味的一个管祸 开始变得明显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也有把整瓶香水里面 那一个甜度颇高的葡萄果肉味道 给稍稍的压制住 让我穿上整瓶香水 它的整体香气没有让我觉得过甜或者腻到 那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这瓶香水里面 尤其是起初的两小时吧 除了那个带有气泡感的葡萄香槟酒以外呢 它还会伴随着一个游天竹葵 凝造出来的凉意 凉凉的那一种冰块感 这个也是有帮这瓶香水里面甜度颇高的一个葡萄味解腻吧 那对于真正有在体验过整瓶香水 一天下来呢我会向你忠告的就是 这瓶香水啊最好还是能喷在自己的皮肤上面 有真正感受过它的前中后调 以后再去决定要不要入手这瓶香水吧 因为我感觉这瓶香水啊 首先是它的甜度会随着你穿上的时间越久 甜度有所上升的 所以这个甜度是不是你能接受的呢 最好也是在身上体验过以后才去决定 第二呢就是这瓶香水起初一小时给到你的那一种明确的红葡萄的果肉气息 再加上这一个香槟酒气泡酒的香味 与这瓶香水在你两个多小时 整体香水的基调或者说在皮肤啊 衣物上面的残留的 这一个带有潮湿味道一点点酸酸气息的一个广获玫瑰的气味 是不是你喜欢的呢 这些都必须是你真正穿在身上以后体验过以后才能去确定的啦 那整瓶香味呢在我看来是一个甜美活泼 又带有一种像是他就是香水瓶里面液体颜色一样 淡淡橘红颜色的那一种像是Rosé的那一种粉红气泡酒的的一个香气 而这个甜蜜的葡萄果肉的气息的确有呼应到就是调香师想要给我们描绘的那一个丰收的葡萄园里面 飘散过来的气息 香水里面这个淡淡橘黄颜色微醺感的Rosé粉红葡萄酒的香气 也有给到我就是情人间约会那种小小暧昧的让人沉醉其中的氛围感啦 那影片最后呢当然还是要在几个常规的标准线上来为这瓶香水打一下分数啦 那Maisa Magella他们家的On a Date这瓶香水呢我感觉你不需要喷太多 因为它甜度毕竟是高的 我自己喷四下的情况下呢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伸手的距离别人都是能闻到香气的 所以它的扩香能力呢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那整瓶香水的一个持香能力呢在我身上也可以去到将近七小时 那香水的整体持香能力呢在我身上也可以去到将近七小时 如果你喷在衣服上面的话更是可以让香气有所延长啦 那说到这瓶香水的大宗讨好度呢 虽然品牌说这瓶香水是一个男女皆可的中性香水吧 但在我自己闻起来用起来呢我觉得它的气味绝对是更偏女性化的 相信也是女生更容易爱上享受的一个气味 那除非你是不喜欢带有甜味的香水 要么的话我觉得这瓶香水的整体大宗讨好度对于女生来说还是蛮高的啦 那最后说到这瓶香水的创意度了 五分满分我给个三分吧 我感觉它的气味呢并不是一个非常猎奇或者创新的一个香气 但如果你是享受这一种微醺感的气泡酒气味 这一种明显带有甜度的红葡萄的果肉的果香气 那我感觉这瓶香水呢你还是会享受的 那对于果香气香水的爱好者来说呢 我觉得这瓶香水呢也是一个值得你去闻闻看感受一下的气味啦 好的这个呢就是这一次Mr. Magella他们家Repica的这一个新的On a Date香水的不专业香品啦 那不知道你们又有没有尝试过这瓶香水了呢 葡萄味的果香气的或者说酒香气的香水又是不是你的爱呢 有任何想法感受都希望你不吝啬在留言栏来跟我们分享咯 也希望今天这个小小的影片对你选择产品上面有一定的帮助吧 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给我一个赞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